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常年携带铜制刀具 被探选家称为黄刀 起初黄刀只是他们的外号 久而久之就变成了这片区域的名字 那我们在这个地图上 其实是全部从北纬60度以上的地方都会出现在这个地图上 那我们其实在北纬60度以上的地方 我们都已经是那个subarctic 就是进入了这个是北极的范围里面 但是只是还没有到那个北极圈 但是60度以上的都已经算是subarctic的地方 那然后你看一看我们这个黄刀这个部分 它的这个鸟的尾巴的部分 一直有一个很长很长很长的河流 一直原来可以拨到这个北冰羊的 北冰羊 原来这一条就是我们在全加拿大最长的河流 就是叫Mackenzie River 然后你看一看到每一个那个在那个河流的中间都有一些黑色的点 那个其实就是我们这里的西北特区原住民的部落的区分 在这座西北地区最为著名的博物馆 威尔士王子北部传统中心里 展示了生活在西北地区的伊纽特人 加拿大北极圈居民 提纳人 以及梅迪斯人的文化和历史遗迹 同时还陈列了加拿大北部非土著居民的许多生活展品和遗物 据统计 这座博物馆里共收藏了超过十万件展品 其中还包括西北地区不计其数的动植物标本和历史地理方面的相关营物 其实我们黄道1934年的时候就是发现了黄金 然后呢 后来就是1991年的时候又找到另外一个非常棒的一个 就是转石哈 就是叫转转石 对 1991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我们有很多的那个 就是转石的公司都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在这里因为是第一个地方找到那个转石 所以买的那个转石也是很便宜 有多便宜啊 就是我们比起就是在其他的地方的话 相对来讲就是可以就百分之三十的 就便宜百分之三十 随至1934年在伊洛奈夫发现了黄金 这片土地也逐渐演变成加拿大西北地区最大的贸易和交通中心 曾因淘金热名造一石的伊洛奈夫 在上世纪90年代还发现了钻石矿 目前已开发三座钻石矿 被誉为北美钻石之都 现在的伊洛奈夫繁荣热闹 每年迎接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者 市中心熙熙攘攘 俨然一座现代化都市的模样 但无论世事如何变迁 这里的原住民依旧保留着许多祖先的生活方式 在现代与古老的文明中自如地切换 我可以通过我所说的 我可以通过我所说的 我所说的那是怎么办在我们的文化 是他的父亲说的 他说的我说的 然后我说我的孩子 然后他们会通过 他最第一个人知道 因为它是不同的每次 他的父亲没有看到任何人黑人的 他的父亲生活在土地 但我的父亲是第一次年代看到人黑人的 他就知道,他很聰明就說 周!你也要學習最好的世界上 黑人的世界還有 indigenoise人 你要學習,但是你要保持 制裁shcross和傳統纠起來 所以他就告訴我 一些其他政策在南北 都說被大? 就是他們說那些人 在中方的方法 在營地上做叫作兩人 可能就是我的孖父在討論 来到伊洛奈夫不可错过的体验 除了做雪橇犬追极光 还有冰上锤吊 这也是伊洛奈夫原住民 必须掌握的基本生存技能 喜欢冒险的朋友 可以试试在零下30多度的冰面 凿开小洞 钓大鱼 说不定晚餐就可以来一顿 大奴湖的鲜鱼大餐呢 然后他让他让他走 所以他把另一个鱼的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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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当他们开口 他们把两个鱼的鱼拿起来 oh no, he's there See, that's why you have a bell on Right? See Can I pull this for you?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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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ke the gloves, take the mitts off Come on, come on Take the mitts off, you have to take these off Take the mitts off Okay, so reel like this Okay You real Come on 冰钓的过程说难也不难 原理很简单 就是在冰上凿开一个洞 将鱼具放进洞里 然后就可以坐等白龟 三文鱼或是尊鱼乖乖上钩了 我的腿 看那 你放下 看看,给我拿 先把这个 Oh my god Oh my god 酷了 当然最好是鲜鱼现吃 这样才能体会原住民生活的精髓 无需额外的调料 简单撒些盐 就是一顿生鲜美味 Feel that It's sharp Oh So this is a carbide carbide tip for sharpening the knife and a couple of swipes and it's ready Okay, so when you cut the fish You go over behind the head Cut down See how sharp it is? It's like butter Look at that Oh yeah, fry it up It's going to be really good You won't get fresher than that You can eat I'm too big I'm too big I need a good I'm too big Wild a little No I love you I'm too big So the first time session Next time I'm going to bring my black beans I would keep playing I don't like 當地人信仰 一切都是自然的馈赠 所以大会躲移之后 他们会把最后一块鱼投进火炉 表达对神灵和自然的感恩 下周我们将到伊洛奈夫的市中心 在那里都有哪些好吃好玩的地方 敬请持续关注 悠游全攻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